我們今天要來看一下在玉電廠 Outlet 當中的這些運動品牌 來看看跟台灣的價格大概差異多少 4500元 3506 4290 我有沒有看錯 日誌的補走這邊只要2800塊台幣 其實只要1987 價格來說38是非常好入走的一個很親民的鞋子 哈囉大家好 我是哲學教練 我們這一集特別聽到的大聲音 我們現在人來到了玉電廠 Outlet 我們今天要來看一下在玉電廠 Outlet 當中的這些運動品牌 常見的可能像Nike、Idead、亞瑟士 甚至我剛剛還有看到Lululemon 來看看跟台灣的價格大概差異多少 OK 好不多說 我們趕快到第一間鞋店吧 Let's go Nuzun Fly 5 18700 這雙也在台灣應該是剛上 Nuzun Fly 5現在在台灣定價大概是4500元 3506 所以其實跟台灣價差也接近到1000塊 因為台灣定價其實是4500元 但不知道台灣的通路價格啦 小飛馬的定價15400元 如果算95折的Coupon券 然後再加9折免稅的話是2887 所以跟台灣定價3500元 還是有大概700塊的差距 然後Zoom Fly有到1000塊的差距 但看起來這邊其實最高級別 好像就是這兩雙跑鞋是大家比較常看到的 對啊 所以大家如果有來玉電廠 Outlet 或許可以從這兩雙挑個下手 但如果你想要CP值高一點的話 小飛馬38 其實價格算起來才10599 其實只要1987 價格來說38是非常好入手的一個很親民的鞋款 但是我看起來沒有賣39 因為可能價格定位有點尷尬 所以它這邊只有38跟40 OK 好 我們去下一家 Ossan 11 這雙才8999耶 8999很便宜耶 等一下來算一下價格 它其實顏色不一樣 價格不一樣 8999 12499 是14499 所以顏色也會跟它的價格有點差 因為這雙應該是最新的 這個顏色是最近才還在上市的配色 15999 台灣現在Boston 11在Momo是賣2952 定價原本一樣是4690 可是現在是2900 然後這邊的價錢是12499 等於是2465 2465 台灣賣2900 所以其實以Boston 11來說 我如果在預電廠Outlet 然後退完稅的價格 應該會比台灣再便宜一個500塊 Boston 11大概價錢是這樣 但小到小喜 聽說12蠻猛的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然後這邊的Adeos 7 這雙顏色我剛剛在Momo也有看到 現在這Momo的定價是 2703元 就是這個顏色 那我們來算一下 如果是以12499 其實它定價跟Boston 11一樣耶 12499然後打完九折 是2465 所以如果以Adeos 7來說 大概退完稅是差價300塊 所以這個可能就看你自己決定 因為才差300塊 倒不如就是讓行李多數的空間 也是一個還蠻好的選擇 當然這邊還是有蠻多 其他可能台灣沒有的Adeos 7配色 像這個也沒看過的 然後這個應該就有 這個顏色有 所以這個目前價差沒有很大 大概300塊 跟台灣比起來 哇 Adeos 6竟然還有 Adeos 6 Adeos 6現在才5999 Takumi是第八代 這雙這邊定價來講是 14999 2959 然後我剛看了一下 台灣的價錢其實蠻亂 因為顏色不一樣 好像有不太一樣 但是價錢也是差不多2700、2900 所以其實 跟這邊退完稅的價錢沒有差太多耶 整體看起來 愛迪達價差不大 在台灣買應該就可以 省一些行李空間 OK 我們到下一間 這雙有一點好看耶 有點帥 4290 我有沒有看錯 四千塊日幣耶 八百塊 它的鞋跟Nike的有點像 都是裝這樣 看起來是靈馬尺寸 是長這樣 四千六耶 九百塊 這雙亞瑟士只要 九百塊 有點便宜耶 OMG 這我等一下來看一下有沒有 我的尺寸 私心喜歡購入 這雙蠻帥的 MetaRite 這個看起來太Q了吧 這是胡走 胡走3 我們找到了 這雙 胡走 這雙價錢在台灣是 2980 在MOMO上面 2125 所以如果是 價差跟台灣比起來 這雙 胡走 有八百塊 其實 還蠻不錯的耶 這雙 日誌版的胡走 定價14630 然後這邊有寫 日本誌 這邊有寫 日本誌 看一下 很多東京的元素 後面有寫 JAPAN 我剛剛查了一下 如果是日本的這雙胡走 是日本製的話 在MOMO上面是賣 4380 其實定價是7800 已經折扣到4380 這邊的價錢竟然才14630 日製的胡走 在這邊只要2800塊台幣 這個價錢也太誇張了吧 所以來預電廠 如果想要找胡走日誌的話 可以考慮 價差超大的 大概至少2000塊以上 然後這邊看到一雙比較入門的跑鞋 這邊是GT1000 然後11代 它是GTX版本 就是有Gortex的 這邊 這個價錢 9460塊 我們來查一下台灣價格 GT1000 一樣是11代 然後GTX 台灣現在是4180 折扣2700 這邊的價錢是1865 1865跟台灣2700 價差還是900塊 所以如果你想要買一些 胡走 或者是日製胡走 還有這個GT1000 在這邊價差其實都有900到1000塊的差別 可是可能顏色就稍微比較久 甚至尺碼上沒有那麼齊全 找到了 Magic Speed第二代 11550 Magic Speed第二代 如果以這雙來講是 目前Momo的價錢還大概是3600到3800 日幣乘於0.9 等於2200 2200跟這個定價3600 Magic Speed第二代 竟然在這邊跟Momo的價格可以差到1200塊左右 價差很大 但我好像沒有看到男型有這個可以選擇 只有女生款有 所以大家如果剛好經過 然後想要買Magic Speed第二代 可以考慮 因為現在第三代已經出了 但價差1200 真的可以考慮 這雙鞋很好跑 最後買了這雙 就是只要900元的休閒鞋 還不錯 所以我們這樣逛下來 今天看起來只看到三間鞋店 就是Nike Adidas 還有亞瑟4 然後我沒有找到美金的 不知道是不是這邊沒有 然後也沒有看到其他的品牌 但因為時間關係來不及逛 所以 剛剛我們逛了這三家來說 Nike大概價差應該是 500塊上下到800塊之間 然後如果是亞瑟4的話 大概價差會來到 就是有1000塊以上的價差 然後如果是 愛迪達 反正是最少的 就是兩三百塊 所以 愛迪達就沒有那麼推薦在這邊買 那如果是有來玉電廠的話 可以去光光Nike 或者是我剛買的亞瑟4 雖然亞瑟4 價差很大 但可惜的是它的款式沒有那麼新穎 好啦 那以上就是我們這次來 玉電廠Outlet開箱 一些跑鞋品牌的價格還有價差啦 那如果喜歡我們這樣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最重要的是來逛玉電廠Outlet 前面就是富士山啊 有沒有看到 雖然現在雲蓋住了 但竟然就可以逛著玉電廠Outlet 然後看著富士山 多享受的一個行程啊 我是你喜歡的 如果喜歡我們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啦 掰掰 逛著玉電廠 就是可以看著富士山 在背景陪著你逛街 太享受了吧 這裡 很讚耶 所以當地超多日本人 也很愛來這邊逛街 因為其實雖然他們沒有 就是tax free的價差 就是沒有免稅 但是其實以 就是coupon來講 很多折扣券還是蠻便宜的 明折兵券 今天只有零錄 然後出發了 哇 最近折扣書 對阿 對阿